我們就是希望是吃這種原味麵包 或要去吃什麼 什麼菠蘿紅豆海酥 什麼墨西哥什麼一大堆的 那個熱量不太高又有六糖 那你就吃原味的 等一下 然後再配一個無糖高鮮燕麥豆漿 這個無糖高鮮燕麥豆漿的話 它是豆漿又再加燕麥 現在烤地瓜也很養生對不對 你烤地瓜不要只有點烤地瓜 要配什麼 要配一顆茶葉蛋 知道嗎 然後這邊是一個無糖的拿鐵 你們可以去搭配 現在的人工作非常忙碌 那可能現在就忙到沒有時間吃早餐 其實吃早餐是非常重要的 我們是建議早餐是一定要吃 因為如果你吃了早餐 你提供到一些葡萄糖到腦肚的話 可以讓你的腦肚活化 然後幫助記憶 這對學生來講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那對於在工作的人的話 你吃了東西進去 你就是有能量 有熱量 有體力 那你工作效率也會比較好 那不吃早餐的話 會有 比較容易產生便秘的問題 因為 昨天晚上到第二天 中午 十二個小時以上 腸胃都沒有在蠕動 那這樣子它當然就是 會有排便困難的問題 那我這邊再提醒一下 比如說我們一般中時早餐 會去吃燒餅油條 那其實油條是油炸的 麵粉做的 跟燒餅醬子煮 如果你再去搭配米漿 米漿也是加糖的米做的 所以整個裡面就是 糖跟油的豬 是不均衡 不營養的 我們會建議 你可以換成 比如說你可以去選那個 雜糧饅頭 可是不要只吃饅頭 一定要裡面再加一個蛋 這樣子蛋白質的足夠 這樣子營養上比較均衡 然後你可以搭配一個無糖豆漿 我們來代替來的米漿 這樣子吃的早餐 就已經非常好 不會有了 可以馬上吃看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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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